在1970年,有一個電視節目啟播 改變了無數人對信仰的看法 權能時間 這個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 我們要高興、歡喜 特別播放蕭律柏博士的時工 教導新一代,透過神的愛 你的傷痕,能夠轉化成聖光 這個意念就開始了當時最受歡迎的 例子電視節目 今天,權能時間繼續使命 以新的聲音啟迭新一代 當你想靠神,沒什麼能夠阻撓你 蕭偉柏牧師要鼓勵你 他的信息能夠讓你人生有新的視野 無論你的境況是怎樣 面對什麼障礙 這一小事是你的權能時間 各位權能時間家的觀眾早安 又來到復活節 就是紀念主耶穌基督的復活 耶穌基督來到世界上 為著我們的緣故 釘在十字架上寫起祂的生命 流出祂的補血 說要請到我們 叫我們因著相信祂 而能夠成為神的兒女 得著永恆的生命 而耶穌基督是因為祂釘在十字架上 死了之後,第三日祂復活 祂是一種復活的生命 叫我們相信祂的人 都能夠有復活的生命 在聖經《比特前書》第一章第三節 是這樣說的 聖訟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祂行照自己的大連文 即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 重生了我們 叫我們有活活的盼望 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 重生了我們 讓我們有活活的盼望 我們的生命 若果我們願意接受耶穌基督 做救主、做我們的主 我們就能夠享有這個活潑的盼望 我們就能夠得著這個重生 但願在這個復活節的假期 我們祝願權能時間的觀眾 都能夠重新思考復活節的意義 更願意著數的愛臨到你 各位朋友早晨 歡迎收看權能時間 和多謝你對我們的支持 在聖經約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節 復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雖然死了 也必復活 在聖經約翰一書第三章第一節 你們看父 賜給我們的 是何等的慈愛 讓我們得以稱為神的兒女 我們也珍視他的兒女 今天 小偉柏牧師分享復活節訊息 浪子的父親 偉柏牧師引用了主耶穌的三個比喻 迷失的羊 塞落的錢幣 和浪子的故事 來教導我們 當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天父常歡迎我們回到祂的家 因為祂愛我們 和看顧我們 而主耶穌已經為我們開路 祂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面 但是三天之後 祂復活了 以至我們能夠無據來到神的寶座前 成為祂無愛的兒女 在聖經約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五節 復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雖然死了 也必復活 在聖經約翰一書第三章第一節 你們看父賜給我們的 是何等的慈愛 讓我們得以稱為神的兒女 我們也真是祂的兒女 恩主耶穌成就了救恩 我們能夠回到天父的身旁 並且擁有永恆的生命 滿有喜樂、愛和憐憫的生命 就讓我們決心 定下這個人生最大的目標 常常親近我們的恩友主耶穌 我們就有更生的生命 成為別人的祝福 在聖經約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五節 復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雖然死了 也必復活 在聖經約翰一書第三章第一節 你們看父賜給我們的 是何等的慈愛 讓我們得以稱為神的兒女 我們也真是祂的兒女 我們的節目是相與廣播 如果你的電視機是有禮音設備 你就可以選擇收睇全能時間 以英文原聲或者廣東話配音 我們會在聖經旅行 我們會願意 祝福 祝福 Crucified or Jesus has died Was laid inside a tomb before night On the third day an angel came down And a thunderous quake did shake up the ground The stone rolled away the grave was unsealed Hope for us all in what was revealed Mary came to the tomb and saw the body was gone Jesus rose from the dead just like he said Come sing or sing your song You can fall Sung your song areas of death You can fall Son of dave And a thunderous quake did you hear Then the hell They're not even clear On of dave So you're at the tomb Just guy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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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早安 是 祂復活了 耶穌神義 因祂得勝 我們得勝 因祂活著 我們活著 謝謝各位 我們今天一起慶祝復活節 非常高興你來到這裡 我們以討告開始 天父 感謝你賜予新生命 以及復活的應許 今天這樣因我們坦然無謂 來到你的寶座前面 不是罪人 而是被救贖 在基督耶穌裡面成為神的兒 因祂為我們被釘死 以及從死裡復活 感謝祢 讓我們成為蒙祢所愛的兒女 今天對我們來說 不是一個好消息 感謝祢 奉耶穌大能的聖命祈求 所有屬神的子民說 阿門 請轉身跟身邊人說 太夫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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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 太夫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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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着 別人 太夫婀了 FTA 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ord, my Redeemer lives All of creation testifies Life within Christ Lord, my Redeemer lives Yes The very same God That spins things in our minds Runs to the weary The strong and the weak And the same gentle hands Hold me when I'm broken And conquer death And bring me victory I know My Redeemer He lives I know My Redeemer lives All of creation testifies I know I know That we're believing for myself Was the precious love He gave But now But now He's alive And I Let Him see I I know I know My Redeemer He lives I know I know That Jesus He lives I know I know That Jesus He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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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re ready Today's訊息 is 1-10 1-10 2-10 2-10 3-10 2-10 2-10 3-10 4-10 5-10 5-10 6-10 6-10 他的相貌如同閃電 衣服潔白如雪 看守的人嚇得雲身戰鬥 甚至和死人一樣 天使回應婦女說 不要害怕 我知道你們是尋找那釘十字架的耶穌 他不在這裏 照他所說的他已經復活了 你們來看看安放他的地方 快去告訴他的門徒 說他已從死人中復活了 並且要讓你們先到加利利去 在那裡你們會看見他 看呀我已經 告訴你們了 婦女們今往離開墳墓 又害怕又大為歡喜 跑去告訴他的門徒 忽然耶穌迎賞他們 說平安 他們就上前抱著他的腳 拜他 耶穌對他們說不要害怕 你們去告訴我的弟兄 叫他們往加利利去 在那裡會見到我 教會的家人 他復活了 祖父耶穌 祖父火 祖父助 Alleluia, farleluia, all shall be Amen And alleluia, all shall be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God and God alone created all these things we call our own from the mighty to the small the glory in them all is God's and God's alone God and God alone reveals the truth of all we call unknown and all the best and worst of man won't change the master's plan it's God's and God's alone God and God alone is meant to take the universe's throne let everything that lives we serve each truest praise for God and God alone God and God alone will be the joy of our eternal home He will be our one desire our hearts will never tire of God our hearts will never tire of God and God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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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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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早晨 欢迎来到牧人园林教会 我们的教会多么漂亮 今早大家看来都充满活力 欢迎 好高兴你来到这里 我不知是怎么想 每逢復活节我会唱 主基督今天以復活 我今早也唱 我会说 准备好了 他復活了 阿们 他真的復活了 不单是对信徒 而是对所有受众物而言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 有些人会怀疑 有些人不确定 但是我们有些人相信 但是总有一天 我们所有人都会被改变 有一件事我们都认同的是 我们都有一死 我们所有的人 无论是活到二十岁或一百万岁 最终会走上这条路 我们会经历最后一次的奇妙旅程 当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 首先令人惊讶的是 死亡更加像是睡醒 而不是睡着了 当我们站在神的宝座前面的时候 很多没有太多信心的人 他们不想在遗憾中 度过人生 就会说 我错过了所有本来可以做的事 只因我是一个虔诚的人 但是我认为 很多人会有相反的经历 当他们在生命尽头的时候 来到神的家 他们回望的时候就会说 我希望当初能够以这种心态去过日子 我认识到很多社会 因为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的 我希望自己能够用更多时间 在生命这一部分 我希望自己能够认识到 永生不单只是上天堂 而是关乎属神生命的品格 就是喜乐 有怜悯 有爱心 是最好 最有智慧 以及最激励的 是我可以活出的喜乐人生 所以 当那天来到的时候 我们的经历会有所不同 但是 你是有选择的 今天你可以选择 你跟神和好了吗 你跟神和好了吗 主是不是你的恩友呢 我想鼓励你 我知道你经历了很多事情 生活很艰难 但是你愿意回到天父的家吗 你愿意 承认耶稣向我们 彰显了神的样式吗 神对你的心脏 是非常宽大的 在茫茫人海里面 祂仍然看到你 爱你 关心你 以及邀请你回家 耶稣其实已经开了出路 祂已经开了道路 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 去到神宝座前面 作梦爱的儿女 人生是有意义的 因为圣经里面 圣经从来没有用上天堂与地狱这个词 你知道吗 记载了很多关于地狱的事 但是地狱总是单独出现的 相反天与地总是一起出现 天与地这个词 在圣经出现了二百多次 我们相信 曾经有一段时间 天与地是和谐地交集在一起的 但是 由于我们的邪恶 因为我们互相伤害 犯罪 以及我们人类所做的一切的事 我们将这个世界从天堂分隔开了 而基督开辟了出路 宇宙是公正的 这样 是保持住平衡 我们从中看到当中一个方式是 要结证某一件事 你必须要弄髒其他东西 当我们 结证某件物件的时候 会弄髒其他东西 犹太人心明此道 他们知道自己的内心深处的腐败 所以 这个属于祭司的职责就出现了 藉着 祭司 你也为他们的罪付出代价 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负罪 但是这个感觉不是很好 如果你也感觉不好 那对他们来说更加不好 因为这些曾经是他们的宠物 是财富的象征来 所以神恩着祂对我们的关爱 就说 不容要死的山羊和羔羊 我将刺下我儿 为我的子民作负罪 耶稣为此负上了代价 以至我们可以彼此对梦 说我原谅你 我原谅你 我已经被负罪 我已经被赦免 所以经文说 神使那无罪的 就是耶稣基督 替我们成为罪 好使我们 有没有人知道这些经文怎么说 在基督耶稣里 成为神的义 我们可以无惧地来到 神的宝座前面 不再是无耻 羞恥的罪人 噢!我是坏人 但我们可以说 好像保罗教徒我们一样 走到前面说 我是被主所救赎的 被主所救赎的人这样宣告 我已被赎回 救赎和拯救 我可以爱伦舍 全心全意地爱主 我必不怀疑 祂会否聆听我的祷告 我知道祂是支持我的 人为朋友写命 人的爱心 会有比这个更大的了 主为你写命 復活就是允许了 祂就是天地之主 祂有掌管生死的权柄 如果你和祂唯有 祂必拯救你 当你面对自己的死亡的时候 无论是很快 或是还有长时间 你都可以坚信 你不必有雷 你已经是神的朋友 你已经在祂的家中 基督教是独特的宗教 虽然基督徒不喜欢用宗教 这个词 我们将来说是一种关系 一般来说 其他宗教会说 这一章是你必须做的称诞 让你成为好人等等 和宇宙和平共处 或者上天堂 如果你做到这些东西 和得到月级分数 那你就更加接近某些境界了 但是基督教真的不应该这样说 即使你可能从某些牧师那里听说过 我们确实想令人做一个好人 我们应该要成为好人 但不能靠意志便会变成好人 我们要领悟真理而变好 我们住在主的家 而变得好 我们相信神爱我们而变得好 即使我们一团糟也好 我们整个人生活成为一个回应 所以基督教不是关乎好与坏 而是关乎回家或者迷失 关乎死或者生 今天主要请你去接受他 这份免费礼物 今天给你不断涌流 永不止息 满日的生命 满有光辉和勇气 使你死后仍然是继续活着 你今天愿不愿意回到神的家 你愿不愿意不要想那么多 很多人尝试了很多方法 仍然感到很失落 但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正如奥古斯丁所说 你内心有一个神形状的空洞 只有他的爱和关心才能填满 主能使你爱伦舍 晚上可以安然入睡 松荣不逼地生活 甚至在下午享受曲奇 和玉桂卷的时候 都不会自责 在我们的信仰和这个教会里 我们说 你相信知先便已属于神 这是非常熟灵的说法 相信知先便属于神 我喜欢这样说 因为我认为很有意思 你变好知先已属于神 这是真的 当你属于神的子民的时候 就会开始表现得好像神的子民 希望如此 即使你不是 你仍然在神的家 因为我们得救 不是出于行为 而是本福恩 本福神对我们的恩慈 是否好消息 是好消息 不是坏消息 阿们 感谢你耶稣 这是耶稣拯救人的方式 很多时候 甚至在他世上的事工里 我经常说 耶稣有共善事工 在耶稣年代 和某个人共善 就是视他们为平等的朋友 国王通常在高位独自用餐 表达另一个意思 我给你们权高 我是权威 这就是我的职位 在耶稣年代 像耶稣那么出名的拉比 是会被视为 哇!不得了! 他和妓女和衰女坐在一起 今天你会觉得很怪的 的确是很怪的 但这些是真的 耶稣的确是 和妓女和衰女在一起 衰女其实是坏人 是非常败坏的 但他竟然和他们共善 所以当时 宗教精英面对的困惑是 他们清楚知道耶稣是来自神的 他充满智慧和权能 他行神迹 甚至使死人复活 不可思议 对不对? 他们私底下议论 这个人是谁 接纳罪人 又和他们吃饭 他们这样说 然后耶稣 听到这些话 抬头望着他们 他们坐的桌子 全部都是罪人 他向他们说了三个比喻 第一个比喻关于一百 第二个比喻关于十 第三个比喻关于一 第一个是这样的 耶稣说 想像你失去了一只羊 他看着法利塞人 也就是牧师 我们今天所称呼的 他看着牧师就说 想像你失去了一只羊 你也会放下九十九只羊 去找那只失去了 是不是? 很多人的外表 看来健康、肥胖、快乐 假装自己可以看清一切 但内心就像死直那样 可能那就是你 朋友 或者你觉得自己 对于在人面前 表现得很好 但是 你觉得人生不顺义 你感到自己在这儿 渴求某些东西 或者你感到迷失 但是不知道原因 人人有事都会迷失 我们迷失的原因 各有不同 不要紧 神在呼召你回家 祂会看顾你 你所要做的就是说 是啊 主 我离开 旧有的人生 我回到你的家 你的人生 在神的角度里面 是会更加美好 当你处于正确的地方 就是在祂的关爱和友谊中 你今天会不会这样做 你会不会回到神的家 这是耶稣说的第一个比喻 是关于一百宗的一只 然后祂说十块宗的一块 祂说有年轻妇人 跌了一块钱 十块钱中的一块 祂所指的是一幅著名的画作 百利行新娘 描绘了耶稣年代中东妇人的模样 妇女们是会配戴美丽的头色 来代替分界的 有时会用十块钱来象征十戒 是啊 由银制成是非常珍贵的 美丽的金属 可能上面黑有图案 它必须每天都配戴着 来表明自己已经已婚 以及显示家族身份 但有一天其中一块钱丢失了 祂终于在某个角落那里找到了 银币已经失去了光泽 因为已经不见了一段时间 可能濕了 变得很骯髒 变得绿色和中色 看来不再是像银币了 但祂仍然是银币 祂仍然想保留 仍然是很珍贵 有多少人知道 银币不会因为没有光泽而失去价值 现在神体理就像那个新娘 看着那块收去的银币一样 可以被洁净 可以再次成为新的 可以使用 这就是我想要的 所以祂和朋友一起欢迎 朋友快来看看 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 你想不想象到那种感受 我喜欢这个例子 将东西回复从前 那个感觉很厉害 我喜欢这个例子 你想不想回到神的家 你想不想回到主的家 祂正在寻找你 祂的灵在向你招手 最后耶稣说第三个比喻 所以从一百到十到最后是一 最后是浪子回头的经典故事 祂说了浪子的比喻 我们都忘记了 这是关于两个儿子的 他们的生活荒唐 可能都讨厌对方 是这样的 耶稣终于说 一个富有的父亲 有田有地 在那个年代 如果你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会得到三分之二的土地 小儿子会得到三分之一的土地 小儿子来找父亲说 我现在要取得应得的遗产 在尊重的文化里面 这样做是很差的 荒谬的是 那个父亲照做 他把遗产分给他 即使自己还活着 跟随耶稣的群众会这样说 哦!他们全都是讲故事的人 非常投入 经文说 那个儿子去了远处 非凡无道 我们不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经文说 他浪费钱财 散尽家财 耗尽所有的地方 还遭遇大饥荒 经文记载 那个儿子去了围住 不饿到 几乎想拿猪吃的东西来充饥 在古代近东 这些是 最修家的事 通常故事就这样结束 没有这样说 看看年轻人 当你收育父母的时候 最终你要喂猪 对他们来说 猪是世上最可憎 和最不洁的动物 你不要碰牠 也不要走近牠 更不要吃牠 而牠是在这里围住 有一天 经文说牠 饥饿得 想拿猪吃的东西来充饥 牠醒不过来对自己说 如果我回家认错 我父亲的故宫 食灯比我现在更好 至少我有三餐一宿 我现在就要回家 然后牠开始在心里练习 要跟父亲所说的话 这就是牠回家所说的话 父亲我得罪了个天 我不配 整段说话全部都是羞愧 故事继续 儿子还在回家的路上 想像一下 他全身都是糞便和淤泥 是衣衫蓝钮 是没有鞋穿的 要赤着脚 指甲很长 头发很长 又瘦又潮水 饥寒膠壁 他在回家的路上 练习要说的话 最终在山穷水盡的时候 父亲看到牠 父亲好像每天都盼望着 他回家一样 圣经说 父亲一看到 可怜的儿子 就立即向他跑过去 中断的时候 父亲说 父亲我不配 我得罪了个天 说的时候 父亲就拥抱着他儿子 他就说 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復活 失而復得的 巴拉肥牛毒牵来宰了 就好像在这里说 我们要举行盛大的派对 好像婚礼一样 要请全村所有人都被邀请 他把这件袍穿在儿子的身上 象征尊贵 把戒指打在他的指头上 表明 你再次成为为家人 把鞋 再在他的脚上 表明 你不再是奴隶了 你自由 这是神设给我们的 尊荣 归属感 和自由 那就是神国道里的 权能和恩高 已经不是关乎好或者坏 首先 是关乎你在家里 还是迷失了 你是死或者生存 当你在基督耶稣里 重生 一切的事情 透过神的灵和话语 会适时发生 所以你要回家 在这个比喻里面 派对继续进行 人人都在庆祝 他们开了最好的酒 带来最好的面包 和馅饼 还有肥牛肚 就好像端上了龙虾 免臭牛柳 最好的肉 人人都在这儿 很开心地庆祝 整条村庄的人都来了 但是他的大哥 晚了回家 因为他努力工作 要加班 回家之后 他就问 发生了什么事 他听到有音乐 和庆祝的欢笑声 其中的同伯就说 哦 你曾经密室的那位弟弟 他回家了 你父亲正为他 举行盛大的慶祝会 哥哥就说 不会 不可能 就是这个大儿子 总会把每一件事都做对 父亲跑出来 就像他跑向浪子一样 这次他跑向大儿子 他说 儿子 你为什么不进来慶祝 哥哥哥就说 你那个儿子 请留意 他不是说我弟弟 你这个儿子和娼妓 吃光了你的财产 他不想工作 不想留在家里 他想要像他弟弟那样 在心理学方面 很显然 我从临床心理学家 学会这一点 冤恨并非源自愤怒 冤恨源于质道 他内心 妒忌他的弟弟 但是他说 没有 我不像他 我做正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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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我 最重要的是 第二 不是宗教人士 向我们彰显神的样式 而是耶稣 向我们彰显神的样式 耶稣喜欢和瑞利和罪人一起吃饭 耶稣是那个跑出来的人 信道一说 这个比喻结束的时候 你不知道 哥哥有没有进入去慶祝 好像他正在思考 然后比喻结束了 镜头一转 耶稣看着法利赛人 他正在说什么 你和我们一起 你一起用餐 神的角度在这里 很简单 你来成就大事 过来和我们一起坐 所以朋友 今天主对你说 你愿不愿意回家 你感到迷失吗 是不是好像已经死了 来到耶稣的跟前 基督耶稣来到神的面前 你就得救 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时候来到的 但是要做好准备 我自己是我们死亡的时候 要做好准备 知道你和神和好 祂是你的朋友 即使你是不时犯错 尽力做好 忘记其他事情 你相信这不是你的功劳 而是十字架所作的功 拯救了你 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我没有做特别的事 而我只是坐在一张墙桌上 就好像你在教会 我没有走出去回应呼召 没有举手 甚至没有祈祷 我只是做了一个决定 说 今天我决定跟随神 我不会反悔 这是我做过最好的抉择 你今天可以这样做 不用告诉任何人 你现在就可以决定 我要跟随基督 我不会反悔 余生都会继续这样做 我会以此为人生最大的目标 与耶稣成为朋友 看看这样将会如何改变你的人生 好 好 好 欢迎你今天来到这里 我们相信圣灵会藉着这个信息 在你里面成就美事 我们向主祈求 天父 我们奉耶稣大能的圣灵 来到你跟前 感谢你 现在就在这里 朋友 请你闭上眼睛 闯开心扉 看看你是否能感受到圣灵 圣灵 圣灵 原来我们的心确实 你同在的权能和生命 感谢你所做的一切 我们来奉耶稣的圣灵祈求 愿所有神子民都说 阿们 阿们 Alleluia Sons of men And angels Save Alleluia Praise your choice And triumphs Alleluia Sing in hands And earth in light Alleluia Haze again Alleluia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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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